基本上黑人他 從不抱怨他老婆的 因為他很重這方面的形象 因為他看這個賺錢 GARY 我像那一棒了 怎麼會這樣 厲害了 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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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啦 頭上山好了 GARY 你在哪裡啊 GARY 對啊 你剛剛不是在睡覺 那對不起 我不想 那個黑人 因為剛剛大飛打給那個曹格 結果曹格在睡覺 所以他們 太早睡了啦 那個可能應該有做一些有的沒的 對 他就是同年開始有一些不好的習慣 一直維持到長大 他現在可能就虛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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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不是 你們認識朋友嗎 不要裝 尷尬是因為我跟他很熟 突然要視訊起來很便扭 你知道嗎 黑人 對 視訊太冷冰冰了吧 如果說了一句話我們絕對很懷疑 他說 什麼 你 他是你的偶像 他們問我們怎麼認識的 我說我在做台灣紅不讓的時候 你就當我會偶像 有沒有這件事 是 這是真的 因為那個玉琳哥他以前錄那個 台灣紅不讓 台灣紅不讓 還會出去演 對 禮拜五晚上我都會 我們球隊會為了他的節目 然後回去可以準時收看 因為他那時候做到 曾經做12點多的收視率 對 那個等於是演藝圈的一個 沒有 從那以後一個封號 因為我覺得現在人生 怎麼可以這麼要求我 對啊 怎麼這樣子 表演 我每次看到收視率 我也覺得 對啊 是你病了吧 是你病了 對嘛 我想說怎麼這種 後面我節目收視率這麼大 來 為了要證實 你們真的是好朋友 對 通過我們的快問快答 好不好 來 你來問 請問 請互相爆料一件對方 近期抱怨老婆的事 好 你先講好了 我先講 對 好像是 就是針對他上次去泰國玩 然後 去泰國 我和老婆有去啦 不是我一個人去 他老婆有去 然後他老婆就很累嘛 就是要帶那個炎炎 然後 你們好 你們好 是是 對 然後他好像 因為潘若迪也有去嘛 對 然後他們好像 本來說好要帶推車 可是呢 那推車好像又 沒有帶到 在當地又買了一台 炒醬 然後 對 他就覺得他老婆 那時候是 蠻故意要刁難他的 然後他回來好像有念了 好像兩三個禮拜這樣 沒有啦 兩三個小時而已啦 所以他最近抱怨的 應該也是在生活上 瑣碎的事情 泰國一件事可能是 我覺得是導火線 幸福就是吵吵鬧鬧嘛 對啊 對啊 好 來 互相 換你爆料他這件事 來 妳 基本上黑人他 從不抱怨他老婆的 因為他很重這方面的形象 因為他 這個賺錢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那就馬上接到下一題了 真的是好朋友 他很了解你 對 所以他完全是 是在他的任何社群網站當中 沒有任何負面能量 是我們朋友當中的凱摩 對 這倒是真的 對 好 那這一題 陳建聰 黑人上一次 跟沈玉琳的老婆恩愛 是什麼時候 對 跟他自己的老婆 不是 不是 我跟芽芽還是怎樣 跟自己的老婆恩愛是什麼時候 算解啦 跟芽芽幹嘛 差一點講出來 老實講黑人對我老婆的印象 真的很好 有一天狂風暴雨 然後黑人開著他的秉立雙門跑車 載我回家 他見到感人的一幕是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那個社區 所以門口的那個廣場還滿大 那天雨下超大 是沒有遮蔽的 我老婆一個人撐了一把雨傘 就在門口等我這樣 真的假的 真的啊 真的 那天下的雨是用倒的那種 就是你雨傘開最快 都看不到的那種 然後玉琳哥 我帶他回家 他老婆已經拿了一把雨傘 已經站在雨中對不對 對 黑人 我跟你講 對 站在雨中 你沒有看到我 你又在了 因為芽芽跟我說的 沒有 芽芽跟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說 蕭敬騰憲 芽芽跟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說 我老公快回來了 我自己看到那個 警衛是那邊有黑影閃過了 原來是憲哥 那就是我本人 好不好 來 下一個問題 下一題 請問 曾建州婚後曾多看哪個女藝人兩眼 兩眼 這個是要他回答的嗎 對 還是你幫他回答 我一定要爆料 有一個女藝人 她不只多看兩眼 她看兩千眼都有 有 到底是誰呢 我講出來黑人一定會嚇一跳 講說我怎麼知道這件事情 真的嗎 誰 爆料一下 對 徐薇 徐薇老師 就是 那個黑人 你跟徐薇太好了 因為坊間肥短流長 對 不可能 人家在家裡很幸福 我們都互相承認 真的啊 你會覺得說 算他那麼漂亮 他怎麼還會跟徐薇 因為徐薇年齡大大一點 對 因為黑人常跟我講一句座右鳴 對 講一個雞雞 雞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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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 謝謝雞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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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 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樂 祝3D新聞網十周年了 好快喔 生日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APP 更多的憲哥就在這裡